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客厅是不是太单调了?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客厅是不是缺少一些生机和活力?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客厅是不是需要一些改变?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,那么这个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。 在这个视频里,我将为你介绍十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。 它们不仅可以美化环境,还可以进化空气, 增加氧气给人一种清新舒适的感觉。 而且,它们都非常容易养护,只要注意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过湿。 定期换水和湿肥,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干燥。 这些植物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寓意, 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客厅风格来选择适合你的植物。 而且,我还会给你看一些高清的图片, 让你更加直观地了解它们的外观和特征。 那么,这些植物都是什么呢?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 第一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龟贝竹。 龟贝竹是一种常见的官叶植物。 它的叶子有着特别的龟纹,寓意着长寿和吉祥。 龟贝竹非常耐音,只要有散射光就能正常生长。 而且,它还能吸收空气中的甲醛,本等有害物质。 是一种很好的空气净化植物。 看看这张图片。 你是不是也被它的美丽和祥和所吸引呢? 第二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发财树。 发财树是一种热带官叶植物。 它的茎和叶子都含有丰富的水分和营养。 所以,它可以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, 依靠自身的储备来维持生长。 发财树的耐音性强。 只要每天有二到三小时的散射光就可以。 发财树的名字也很吉利,寓意着财源广进。 看看这张图片,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棵发财树呢? 第三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金钱树。 金钱树是一种常见的室内观赏植物。 它的叶子圆圆的。 像一枚枚金币,也有着招财劲宝的寓意。 金钱树喜欢半阴半阳的环境, 不耐强光和高温。 金钱树还能够释放出大量的抚养离子。 能够改善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。 看看这张图片,你是不是也觉得它很可爱呢? 第四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春雨。 春雨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热带植物。 它的叶片宽大而有光泽,像一片片羽毛般优雅。 春雨非常耐音, 即使在光线不足的地方也能正常生长。 春雨还能够吸收空气中的甲醛。 本、二甲本等有汉物质是一种很好的进化植物。 看看这张图片, 你是不是也被它的美丽和优雅所迷住呢? 第五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幸福树。 幸福树是一种高大而茂密的官叶植物。 它的叶子成心形或卵形,翠绿有光泽。 幸福树既喜光又耐音, 只要每天有四到六小时的散射光就可以。 幸福树寓意着家庭和睦幸福美满, 是一种很好的送礼植物。 看看这张图片, 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棵幸福树呢? 第六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八角金盘。 八角金盘是一种寓意财运旺盛的大型律值。 它的叶子成八角形, 像一个个金盘。 八角金盘适合在半阴或真阴处生长。 如果条件适宜, 还可以开出白色或粉色的花朵。 非常美丽。 看看这张图片, 你是不是也觉得它很有质感呢? 第七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竹玉。 竹玉是一种常见的官叶植物。 它的叶子有着不同的颜色和花纹, 非常有观赏价值。 竹玉喜欢半阴的环境, 不耐强光和干燥。 竹玉还能够吸收空气中的甲醛, 本、鞍等有害物质。 是一种很好的进化植物。 看看这张图片, 你是不是也被它的多彩和花样所吸引呢? 第八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竹玉葵。 竹玉葵也叫黄椰子, 是一种高大而茂密的官叶植物。 它的叶子成羽状, 非常优雅。 竹玉葵耐音耐寒, 只要有散射光就能生长。 竹玉葵还能够释放出大量的抚养离子。 能够湿润空气, 增加氧气。 看看这张图片, 你是不是也觉得它很有气势呢? 第九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巴西木。 巴西木也叫香龙血树, 是一种常见的热带美洲律值。 它的茎和叶子都成生绿色, 非常有质感。 巴西木是一种比较耐旱。 耐音巴西木是一种比较耐旱、耐音的植物, 而且它还能吸收空气中的甲醛。 本、二甲本等有害物质, 是一种很好的进化植物。 看看这张图片, 你是不是也觉得它很有质感呢? 第十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是绿罗柱。 绿罗柱是一种常见的攀原植物。 它的茎和叶子都很细长, 像一根根绿色的柱子。 绿罗柱非常耐音, 只要有散射光就能生长。 绿罗柱还能够吸收空气中的甲醛。 本、二甲本等有害物质, 是一种很好的进化植物。 看看这张图片, 你是不是也觉得它很有特色呢? 以上就是我为你介绍的十种耐音的客厅大型律值。 你喜欢哪一种呢? 你想在你的客厅里摆放哪一种呢?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, 也请给我一个赞, 一个收藏, 一个转发,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美丽的植物吧。 谢谢你的观看, 我是碧莹, 下次再见。